很自然的就是现在就是偶尔抽一点也很少 那么这就是弹气 这个弹着一去 你自己这个气就很清透了 气清透了之后 你自然就对这个浊气 有一个本能的依靠 它就不抽怨了 这个方法好是吧 现在很多人戒烟老是靠意志 觉得自己要意志坚定 如果戒烟失败 就说明我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 老跟自己较劲 已经吸到就是有依赖了 这个身体的弹很需要再吸一口气 来缓解 然后又形成新的弹 这样的一种症状 你有什么建议吗 怎么样去戒烟呢 我其实有一个专门戒烟的小方子 你可以大家跟他分享一下吗 只有思维药也非常简单 这思维药就是子腕 穿背 结梗 射肝 那么子腕就是一种小根根一种药 它是流通废弃的 帮助废弃流通 那么这个结梗 它是化痰的 那么这个药呢 这个小方的有一部分朋友适应过 化痰这个效果不错 戒烟的效果也不错 还是有效的 也很方便 感谢感谢感谢 我觉得这个 所以这个戒烟这个事情 还是靠智慧 而不是光是靠毅力 任何事情 要去到要靠毅力的这个层面上的话 它还是智慧不足 智慧足的时候 你说这个粉吃的也不是很难受 是吧 真的把痰化开了 又不抽烟了 心里面也觉得很舒畅 人家抽烟的时候 你觉得吸不进去了 这不是挺好的吗 所以很多人 隐身开来 很多人老是觉得 我要在生活中扛下来 我要坚持 这个坚持固然好 这还是智慧不足 智慧足的时候 自然就不存在 坚不坚持的问题了 他自然就觉得 这很多东西 很自然的就过来了 对吧 所以很感谢 我们刚刚提到除了戒烟以外 就是所谓的高血压 高血糖这个事情 我们发现说高血压 高血压总是相伴相升的 我的理解是因为 体液的粘稠度过高之后 包括血糖的粘稠度过高之后 令到它的流动性也变差 所以血压自然而然升高之后 才能把血绷到更个身上 更个地方去 阻力到 因为你看粘稠度高 血糖高肯定是粘稠度高的 那么这显然 它也是一个 这个划不开的一个情景 那么你有什么办法 对应这样的 就当然 它有很复杂的 这个各种疾病了 你有什么大致的 这个基础的策略呢 对 你看中医治病 从一气逐流这个角度来讲 它总是在享尽半尔去流通 那么高血压 糖尿病 那么这些 高血脂 通常这三高是一起的 对对对 那么它都是这个 体力这个瘀结 这个 赌的全身各处 表现出不同的症状来 那么我们这个 通常很说 这个指导的一句话 就是病从口入 这些病 大部分都是 吃东西吃出来的 比较多 就是吃的那就不合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